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 来参加一个TICON的试驾活动 那么介于我的同事之前已经在这里 给大家做过一个非常完整的TICON的试驾视频了 所以今天我就不着重的跟大家分享TICON了 我们来玩点别的 走吧 看看去 2020中国保时捷赛车电竞挑战赛 现在已经开始了 使用的参赛平台就是跟这里一样的 Sesto Cosa 神力柯砂 那么参赛的车型是统一的911 GT3 Cup 就是保时捷卡雷拉杯的赛车 目前第一场线上选拔赛的自由刷圈已经结束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线上的选拔赛 自由刷圈排名前22位的选手会进入到 线上选拔赛的正式比赛 那么其中排名前8的选手会晋级 那么也就是说三场线上选拔赛共会晋级24位选手 除此之外还会有两场线下的选拔赛 那么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第二场比赛将会在9月下旬举行 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 那么地点是在上海 那么这两场线下的选拔赛分别在晋级4位选手 那么总共32位选手晋级在10月31号 在上海举行的线下总决赛的半决赛 那么其中的16位选手会进入决赛 决出冠亚季军 既然我明镜在这里了 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跑几圈感受一下 我手已经有点痒了 开始 跑了一下 全速还凑合吧 不是我的这块成绩 但也还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想参加2020中国保时捷赛车电竞挑战赛的话 在他们保时捷的官方公众号上 有详细的赛程大奖 以及报名方式的介绍 模拟器跑完了 真车我们当然还是要来开一下的 那么上次我的同事在这里用Taycan来试驾 并没有完成这个低摩擦环心道的项目 那么今天看看我能不能用同样的车 在同样一块地方 能够完成这个低摩擦环心道的漂移 走吧 在这里用Taycan来试驾 感谢观看